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对性价比车感兴趣 或者说对这个车感兴趣 可以来试试看 可以试驾一下 不然试驾比要钱嘛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是这个级别里面独一份 我没有感受得过这种 它已经没有油了 然后它有一个方向盘的转向角度 这辆车就是它在意的点就很神奇 你知道吗 它会在这辆车上面去搞这种 突然间这个车就感觉是有意思的车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赛道既是海拔的高度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有智能保电 露营保电都是有的 电量显示 电量显示我们现在是满的 95%的电 然后这辆车是带320环影的 320环影包括540度就是透明底盘 它都是有的 这辆车这个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全 而且它这个320环影是全系都有 除了盖板以外都有 这个车我们到时候会购买推荐 这个车的盖板我就完全不推荐 次低配我觉得配置很高 至少能有的地方都有了 而且加一万块钱 我觉得真是雪值 它至少540度的透明底盘也好 320环影都是在次低配就有了 次低配配是非常满 是非常拉满 除了服务驾驶以外 它都是拉满的 对我们这辆车是有服务驾驶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有一套比较基础的L2 请在Eva Prior的中开系集程式巡航 对 然后我们继续来讲它的动态试驾 那动态试驾我又要说一个它的 我觉得算小小的缺点嘛 就是这辆车的过弯的时候 它侧倾是稍微有点大 包括我们刚刚在那个路上 90度的那个转弯的时候 我发现它侧倾比S7大 这个可能跟它的避震调校也有关系 它为了舒适响 我觉得Z6IDD更加偏向于舒适响 家用响 所以它避震悬挂就相对来说调校比较软 所以你在过这些弯道的时候 如果是从零到转弯 其实你不明显 但是你如果是50码60码去过弯道的时候 你明显能感觉这个车是有撤轻的 就比较像老的这种油车的这种感受 那现在基本上这个级别 大家去做这种测轻的时候都会调到比较运动 但你说测轻特别厉害吗 其实也没有就没有说很夸张 包括我们在遭遍变道的时候 对吧 它是有测轻的 但是不是很夸张那种 就是感觉车要拉不住那没有 而整体这套的那个照样轮胎 我觉得还挺意外的 不知道它是因为双重隔音波的原因 还是因为它整体的调校比较好 那这套轮胎的胎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我是完全能接受的 因为毕竟它是照样嘛 大家要求没有那么高 然后说来这个刹车 这刹车我觉得呢 有进步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刹车的脚感还可以 但是呢 这个刹车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感觉它极限制动力不是很好 如果你日常开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要急刹 我觉得它的有一点咬不住地的这种感受 这可能跟它的轮胎是照样 它没拉住也有关系 跟它实际刹车咬合力可能也有关系 但实际上 我觉得只能算够用 如果说你对这辆车有相对来说 有运动向的需求 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轮胎 换一个刹车皮会比较好 我们也能感觉到 我给大家刹一下吧 能看 不好意思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就能看到吗 它的咬合力是缓缓出来 但它并没有说一下子把你 没有 刹车咬合力 是那种缓缓释放的 渐进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极限咬合力 我觉得 总感觉让人一种 好像是不是杀不住这种感受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我们80 我们也确定后面没有车 我们给大家试一下 它还有个紧急视频保存中 还挺好的 首先这个刹车 我觉得线性度是控制的很好的 非常的好 基本上全段都是比较线性的 而且整个刹车 包括你在急刹的时候 它的咬合力也是逐步逐步加大 然后慢慢的停下来 但是它极限的咬合力 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只能说它整个姿态控制的 非常的平稳 包括我们在做急刹运动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平稳的停下来了 不像有些车会点头 对吧 还是比较线性的 比较可控的 但是极限的咬合力 我觉得可能一般 但对于它的定位来说 我觉得没问题 就整个刹车的行程 它比一般的 我觉得如果说 整段刹车 有些是100%的 可能只有某些车的70% 70%这一段里面 它都是很线性的 实话是说 长安这套的屏幕总成 一二三 这三个屏幕 完全不会被影响到 而且这方向盘的手感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优秀的 就很舒服 打着方向很舒服 而且方向指向性 我觉得也还可以 只是 避震震真的太软了 你如果要稍微激烈一点 那避震就拉不住 还是往舒适方面调教的 对吧 那你很明显 侧心还是能感知到的 够用 而且方向盘这种手感挺好的 你看到它有两层皮 它不是这边是钢琴烤漆以后 直接碰到手的 它上面还有一层 所以这方向盘的手感很好 而且方向盘尺寸 包括它的造型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这个车整体的动态表现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作为它的定位来说 是对的 S7你可以考虑运动一点 但这个车家用就够了 不会有人买这个车 是为了运动吧 所以我们哪怕 从运动的角度来讲 讲它很多缺点 但本质上这个车 还是家用为主 所以整体试下来 静态动态 我还都挺满意的 而这个车现在优惠很大 这个车我觉得 能让我来试的原因 是因为真的挺便宜的 现在优惠3万多 还真挺香的 如果说你没有科技性方面的需求 我觉得买它 纯带布 真挺好的 而且它纯电续航也比 很多同行要来的长得多 这个车 毕竟150公里纯电续航呢 你这个级别有很多车 还是55公里纯电续航 对吧 那自己大三倍呢 那我说实话 那个纯电续航 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我觉得你买插电也好 买真诚也好 纯电续航就是你日常中 对你影响最大的部分 OK 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 我们今天试了 Z6 IDD 那如果说动态市价包括静态 让我打分的话 我觉得静态我能给个8分 动态市价反倒我能给个8.5分 反倒比静态高 为什么这样子呢 那我刚刚提了很多缺点 那我觉得这些缺点都是建立在 它跟森兰S7去对比的 正相对于那些更贵的车去对比的 如果放在它的价位 比如说它的低配版本是12万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完全合适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优秀的 包括它的偏向性 偏向于家用也是优秀的 包括过减震带我觉得很舒服 毕竟后面弹跳 我觉得甚至比森兰S7要做得好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 这个讲究性价比的 买上车从事代步的家用的 我觉得Z6IDD是可以考虑的 我建议大家去试一下 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包括我建议买这个车 可以去跟当地司机店谈一谈 这个车如果欧上你们当地有电的话 应该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优惠 因为这个车是真正走量的 是可以谈的 森兰现在刚发布可不一定 这是我们关于长安 欧上 Z6IDD测评的所有内容 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 如果你还想看什么车 记得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评论都有在看的 这个车我们想办法做一个 能耗测试 包括续航测试吧 看看能不能借出来 今天世家就只能这样子了 我是星巴 拜拜 如果观众老爷喜欢我们这个作品 欢迎点赞收藏 这都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观众老爷的观看 我不是星巴 拜拜 拜拜